俄乌战争本质是大国和小国对立 纵观世界 明确表态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国家几乎不存在 然而 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 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40多国 大多数是欧洲和北美国家 俄罗斯总统普京以此为理由 认为俄罗斯并不孤立 在印太地区 对俄实施制裁的只有澳大利亚 日本 新西兰 韩国 新加坡和台湾 联合国大会在今年3月通过谴责 并呼吁俄罗斯立即停火的决议时 有141个国家赞成 但在4月通过暂停俄罗斯 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资格时 只有9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 有近50个国家 虽然投票赞成停止战争 但没有赞成 叫停俄罗斯的人权理事国资格 意味深远 也就是说 即使不能赞成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很多国家也不希望在自由 民主和人权等问题上 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摆布 而且 谴责俄罗斯的决议只是谴责 而人权理事会的决议则会伴随停止俄国活动的实际后果 对于那些国内存在可能被西方批评的课题的国家来说 不得不对这些措施的泛滥保持敏感 因为这不是如何看待俄罗斯的侵略 而是有可能问题会落到自己头上 其实 鉴于这些情况 我们需要谨记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有可能动摇国际秩序的根基 所以 非西方国家也有必要大声疾呼 简单的说 这不是民主与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的冲突 这场战争是一个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大国 对一个似乎想冲出大国势力范围的邻国进行侵略的实力 只不过由于乌克兰高举民主的旗帜 其他民主国家给予支持 凸显了民主主义 但即使乌克兰不是民主国家 或者俄罗斯是民主国家 这种通过武力改变现状 甚至对邻国的侵略 也是不能被容忍的 所以反对俄罗斯侵略 不一定非得是民主国家 乌克兰有4400万人口 面积60万平方公里 不是一个小国家 所以俄罗斯的失败 在于低估了乌克兰的实力 但与俄罗斯相比 乌克兰仍然很小 因此 这是一个大国与小国的问题 能否接受一个大国 任意宰割一个小国的问题 在应对俄罗斯的侵略时 对它的包围圈涵盖深化 和扩大两个层面 深化意味着加强制裁 包括堵住漏洞 七国集团是推进这一工作的核心 另一方面 扩大意味着增加包括制裁在内的 参与国家的数量 深化和扩大都有必要 同时二者也相克 需要权衡 换句话说 需要取舍利弊 如果目的是扩大对俄罗斯的包围圈 就必须规避被认为是民主与专制 甚至西方对俄罗斯的对立结构 美欧国家有时对这些问题不太在意 往往会适得其反 需要格外注意 问题的本质是大国和小国的对立 如何防止大国的残暴行为 以及类似情况出现时如何应对 感谢观看